沉吟了一下后 白小生说道 不单单是我 能够将西门吹雪 和叶孤城的决战 联系到武当派 甚至询问木道人 那楚小友怕是也知晓 诸无事和木道人 成为我青龙会的龙首了 思 听着白小生这话 孙白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猛地抽了几口汗烟 在这烟雾鸟绕之下 孙白发不禁嘀咕道 这小狐狸 还真的是挺邪门 明明一天到晚 都是呆在那雨水城里面底 到底是如何发现你们身份 以及接下来计划的 白小生唏嘘道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啊 毕竟这一次不是光明顶上 只是针对鸣叫的事情 如果说这一切 真的是那楚小友推敲出来的 那这楚小友的心智 怕是比我想的还要害人 明白了各种缘由后 孙白发也知道 为何白小生方才神色 会如此凝重了 目前而言 一旦白小生 这青龙会龙首的身份暴露了 绝对会在整个江湖之中 掀起轩然大波 甚至于对白小生 以及青龙会接下来的计划 也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片刻后 孙白发吐出口中的烟雾问道 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白小生沉吟了几息后 一只脚缓缓地迈出说道 既然楚小友都已经是借着木道人发出了邀请函 岂有不复约的道理 声音出口的瞬间 白小生正好是走到孙白发的身前 只是 在刚刚走到孙白发身前的瞬间 自白小生那双骨位置 漠然有着一股气浪浮现 刹时间 孙白发便感觉到了一股温风浮面 这忽然袭来的温风 使得猝不及防的孙白发 不禁愣在了原地 一直到一些特殊的气味钻入鼻中时 回过神来的孙白发 才是反应过来 刚刚发生了什么 整个人疼的一下 就从地上蹦了起来 只是在这视线之中 哪里还有白小生那老帮菜的踪影 见此 孙白发不禁低吼道 白狗蛋 有本事你别回来 不然的话 我一定带师父清理门户 可话语出口 周围依旧是没有半点的回应 引得孙白发一张老脸器的通红 脑袋都有种要抱的感觉 二一 一出油 寄入土 伴随着天气越发的炎热 白天的地面 光着脚站上去 都是能够给人一种烫脚的感觉 在这炙热的天气之中 清风之中 都是携带了几分温热之感 一阵风吹来 整个人的皮肤 都是有了一种汗水 想要往外冒的迹象 自然 在这样的天气下 能够在外的 基本上都是干活的 也是因为这大地的炙热 此时这楚清和这宅院里面 整个内院里面空无一人 唯有院中那些盆栽 在这毒辣的阳光下 倔强地开着花朵 只是 相比起外面这热浪不断 主屋之中却是因为 那一盆盆的冰块 而凉意栩栩 烟雾鸟 在吉女围着桌上 那白玉菩提香修炼之间 床上的楚清和 则是呼吸绵长 对于楚清和而言 夏日的白天太热 倦意太浓 度过这夏天 正确地打开方式 无疑是困了就睡 然后等待夜晚的到来 白天我昏昏欲睡 晚上我精神抖擞 而且 不同于去飞烟等吉女 主要是白日的忙碌 楚清和真正需要 出力耕作的时间 同样是在晚上 白天多睡一会儿 理直气壮 一直到身时初时 武器之后的楚清和 才是从这房间之中 迈入 转到了院子里面 带到一口 被用冰块冰镇好的 西瓜下度后 那冰冰凉凉的感觉 以及西瓜这清甜的味道 瞬间让楚清和 身体里面的懒意 消散了下去 听着一旁楚清和那 噗哧噗哧 吃着西瓜时的声音 院中的屈飞烟 身体不禁僵了一下 然后被面前的腰躍 直接一巴掌拍在肩膀上 一旁的小招 以及临湿音 意识不免被楚清和 此时这吃瓜的声音而影响 然后多挨了几下 顿时 三女的表情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郁闷了下来 看着此时三女的行径 不禁让楚清和 有了一种上一世大二之时 抱着西瓜走到操场 看着新生 顶着炎炎夏日间 军训的感觉 在这对比之下 楚清和瞬间 觉得自己手中的西瓜吃起来 更加的香甜了 一直到桌上 多出了几块西瓜皮后 楚清和开口道 小招 听到声音 院中那原本 正一掌拍向小招的腰躍皱了皱眉 随后手掌宛若蝴蝶 舔仙一般在空中翻转几下后 近期弥漫下 明明手掌 依旧是拍到了面前小招的胸口上 但在这一掌下 小招不但没有半点的痛感 以及后退的迹象 身体反而是诡异的向着左边 楚清和所在的位置飞来 等小招调整好姿势 站在楚清和面前时 小招还是愣了一瞬后 才是回过神来看向楚清和招呼道 公子 怎么了 面对小招的询问 楚清和顺手拿起一块西瓜递了过来 等到小招眼眸一亮 结果西瓜坐着小口小口吃起来时 楚清和的手顺势地放在了小招的脑袋上 不知道是因为楚清和此时放在头上的手 还是因为这西瓜吃起来太过于清甜 此时的小招舒服的眼睛都是 眯了起来 明明是和小招一起被腰跃训练 可训练到一半 小招却是被楚清和召唤走了 舒舒服服地在一旁吃着西瓜 独留自己一个人 面对腰跃这狂风骤雨般的攻击 对此 曲飞烟不尽面露苦涩 然后拿出远超极限的精力 应对面前腰跃的进攻 有些时候 最大的姐妹情 无异于我让你飞 伤痛我悲 从此刻开始 曲飞烟身上所挨的打 一半是为了小招 这边 再将手放在小招脑袋上 吸了吸殴气后 楚清和心中移动 系统 给我进行签到 楚清和的念头才刚刚落下 系统的提示信息 瞬间弹了出来 丁 检测当前宿主累积签到天数 达到三月 是否进行签到 确定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黄金三万两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五学套装 天阶中品 星号一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特殊神兵编辑器星号一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修为等级卡 宗师净初期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特殊药物 青丝寒玉水 奖励以自动存入系统背包 请宿主自行查看和提取 随着这一道道系统提示信息弹出 楚清和也是快速地将注意力放在系统背包之中 片刻后 随着了解了这一次抽取物品的作用 饶式楚清和眉头清跳 心中不由嘖嘖两声 这一次签到得到的东西之中 所谓的武学套装 指的便是配套的武学 江湖之中的武学繁多 但有一些武学却是蕴含特殊性 便如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 经历过楚清和本身使用升级卡提升后 其品阶已经是达到了天阶中品 而葵花宝典这一门武学 心法以及之中蕴含的武功都是配套的 若是缺少了内功心法 那么其之中蕴含的武学能够发挥出来的威力 比起寻常地阶甚至玄阶的武学都有不如 因此 单单从系统给出的介绍来看 这一次迁道中获取到的这一门天阶中品的武学 只怕不是寻常武学那样简单 而特殊的神兵编辑器 则是能够让楚清和根据自身的要求 量身定制一款楚清和想要的神兵 之中最让楚清和所看重的 则是剩下的两件物品 一个是能够直接让楚清和修为 成功迈入到宗师镜初期的修为等级卡 另外一个青丝含玉髓 调配使用后不但可以让修为提升一个层次 对于武者本身的根骨亦是有着提升的效果 好东西啊 不说那武学卡和神兵编辑器 单单是这一次抽取到的修为等级卡 以及青丝含玉髓 都是楚清和现在需要的东西 这三个月的时间没有白等啊 楚清和的底蕴足够了 甚至于楚清和的底蕴已经强到 让楚清和本身跨越一个大境界去战斗 以先天境初期的境界面对宗师境初期 甚至宗师境中期的强者 但最近楚清和接触的 到底变成了朱无事和白小生这样大宗师境界的高手 单单只是先天境的实力 的确是差了少许 现如今 有着这修为等级卡 将修为提升到宗师境初期 然后再以这青丝含玉髓 提升一个境界的话 以楚清和本身的底蕴 虽说只是宗师境中期 可即便是面对大宗师境的强者 也浑然无惧 甚至于楚清和本身的实力 甚至还能直接压过妖月吉女 想着 即便是楚清和的嘴角 亦是不禁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再拍了拍小招的脑袋 让小招继续和屈飞烟一起去挨打后 楚清和缓缓起身 然后走到了房间之中 系统 给我使用天接中品武学卡 心中声音落下 在大致一息的时间后 系统的提示信息 已然是在楚清和的面前弹出 丁 恭喜宿主成功获取到天接中品音功武学 天龙八音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特殊物品 天魔琴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高级琴意 阴弓武学 看着面前弹出来的系统提示信息 楚清和心中略显差异 天下间 武学种类繁多 而在高阶的武学之中 最为稀少的 莫过于轻弓身法 以及这阴弓武学 尤其是阴弓武学 不但威力强大 更是变换莫测 虚实难防 因此 就这天龙八音而言 虽然只是天接中品的武学 但论其价值 丝毫不在天接上品的武学之下 不过 不等楚清和多想 下一瞬 一道道信息快速地出现在楚清和的脑海之中 正是包含了各种琴弓方面的音律知识 之中不但包含了基本一些音律乐识之外 同样还蕴含了属于天龙八音相关的内容 伴随着天龙八音的武学内容 已经出现在脑中 楚清和的脑中便是有着几个虚拟的小人 不断地在脑中演练着天龙八音 过程之中 楚清和对于各种琴弋方面的了解 快速增强的同时 脑中对于天龙八音这一门武学的感悟 也是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提升 一刻忠厚 随着楚清和脑中所有的信息均是被吸收 对于天龙八音这一门武学 楚清和也是达到了反扑归真的境界 而当睁开眼睛之时 楚清和眼中亦是不由浮现出几分明雾之色 稍稍沉吟后 楚清和心念一动 下一瞬 自楚清和的手中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琴和 盒子通体黑色 像是以特殊的木头所制 但翩翩触感又是给人一种金属的感觉 而在这琴盒之上 更是绘制了一些血色的纹路 使得整个盒子带着几分装素质感 将这琴盒打开时 里面躺着的则是一把古琴 按照系统的解释 这天模琴 以异寿之金作弦 刻海外云铁为琴 三尺六寸五分 宽六寸 琴弦有七根 每根皆长七尺二寸 颜色斑斓 各不相同 而当琴盒打开的瞬间 一股冰冷的肃杀之意 瞬间从这琴盒之中扑面而出 让人不禁有种观之心中生寒的感觉 正是方才楚清和一同得到的特殊物品 天模琴 正如系统的介绍 这天龙八音 作为天阶中品的音功武学 本身蕴含着极强的特殊性 想要成功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不但需要深厚的琴异之外 同样还需要配合这独有的天模琴 若是没有这天模琴的话 除非是琴异能够提升至宗师级 不然的话 哪怕是天龙八音达到了楚清和现在的反扑归真层次 能够发挥出来的威力亦是大打折扣 而没有天龙八音的特殊执法 这天模琴亦是无法使用强行催动真气弹奏 反而会引起真气反噬 打亮了这天模琴少许时间后 楚清和嘀咕道 道是何事诗音 不过想到这天龙八音以及天模琴的使用要求 楚清和又是摇了摇头 转而才是将这琴和重新盖上 思绪重新放在系统这边 伴随着楚清和心念一动 在确定了使用神兵编辑器后 如同之前使用武学编辑器一样 在楚清和的面前瞬间弹出了一个编辑框架 看着面前的编辑框架 等到思索了片刻后 楚清和才是抬手在这编辑框架之中填写起自己的要求 一刻钟后 随着楚清和选择了生成 差不多3C的时间之后 系统的提示信息才是弹了出来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韩玉清微软件 物品已经存放至系统背包 请宿主自行查看以及提取 鉴此 楚清和心念一动 下一瞬 自楚清和的手中 已经是多出了一条洁白 如雪 宛若阳之白玉的玉带 而在这玉带的两头 更是留有一段约三寸长 一寸宽的圆柱形白玉作为卡扣 上面精雕细啄出韩玉清微四字 加上这看起来宛若阳之白玉的色泽光感 可谓是典雅却又不失华贵 打亮了一眼这玉带之后 楚清和将其带在腰间 紧接着 随着楚清和轻轻在这玉带的卡扣上轻碰 银 下一瞬 随着一道轻盈的剑鸣之声浮现 雪光乍现间 三尺清风瞬间落于楚清和手中 其剑柄 正是方才楚清和那玉带之上 作为卡扣的白玉 搜 搜 然而 就在这常见出鞘的瞬间 前一瞬还在院中的水母音机 以及腰月瞬间便出现在楚清和这主屋之中 显然是因为这剑人出鞘时发出的响声 而被惊觉 紧接着 莲星以及屈飞烟等人 亦是紧随聚集到了楚清和这屋子里面 当看到楚清和手中那一把剑尖 尚且还在轻轻抖动的剑身时 屈飞烟轻宜 一声公子你 什么时候多的这一把软剑 闻言 楚清和随口道 以前就有 刚刚想起来便拿出来了 一边说 楚清和一边将真气注入到这长剑之中 蹭 而当真气没入这软件的瞬间 整把软件顺便变得笔直 虽然只是一眼 但楚清和就能够确定 这坚硬和笔直程度 和自己每晚都差不多 就坚挺两的字可以形容 目光在这雪白的剑刃之上扫过后 楚清和抬手的同时运转真气 从一旁书桌上 吸来一张纸 但随着白纸 从空中徐徐地飘下 在碰到这剑刃的瞬间 竟是一点声响 都没有辨备一分为二 稍稍思索了几夕后 楚清和指尖 一缕剑气迸发向着 这剑刃略取 等到这剑气触及到剑刃的瞬间 这一缕剑气 竟然也是被分割开来 将这一幕收入眼中 腰月眉头轻飘 不禁开口道 这剑不错 水母音机附和道 能够将清和的剑气 都轻易地破开 这剑竟是带着几分 破开钢气的效果 足以称得上是神兵了 这边 在简单尝试了一下 这剑的锋利程度后 楚清和嘴角 亦是挂着一抹满意的笑容 现在的楚清和 不但掌握数种剑意 同样也是迈入了 剑道第三镜人剑合一的境界 本身也可以说是顶级的剑客 虽说凭借着先天破体无形剑气 这一门天阶上品的武学 楚清和不用武器一可 但有着一把好的武器 对于楚清和而言作用也不小 玄机 再次试验了少许后 楚清和手腕轻动肩 才是长剑入翘 也是当这长剑入翘后 吉女这才惊讶地发现 楚清和这腰上 那看起来滑贵而典雅的玉带 竟然是这一把软剑的剑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